编译国语同纵合报导 两年一度的杜拜航空展Dubai Airshow 于11月12日盛大展开 今已迈入了第四天 外转空中巴士Airbus 今年业绩惨兮兮 开幕头两天业绩挂弹 不过稍早却传出空巴 签署了一份史上最大的订单 将卖出430架喷射客机 订单金额约500亿美元 根据CNN报导 美国私募股权公司Indigo Partners 已在全球投资廉价航空而闻名 今早在杜拜航空展上 更向空巴下订了430架的 窄体客机A320N 该订单被誉为史上最大的订单之一 该订单的飞机 非一家航空公司拥有 Indigo Partners运用自身的谈判能力下 订大量的飞机在转给其他的航空公司 据悉本次订单是要给墨西哥的 Volaris匈牙利的Wiz Air 及位于智利新成立的航空公司Jet Smart Indigo Partners下订后 随即引发全球航空业关注 倘若一家航空公司一口气下订 430架的飞机应该会成为全世界十大航空公司之一 据报导指出该订单将近500亿美元 月一5兆新台币成为空八史上最大的订单之一 由于空八与美国波音公司Boeing 长期处于竞争的关系 通常会给4至6折的折扣 如果订购数量越大 折扣也就越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